3克酵母,2克盐,1个鸡蛋 然后倒入约150克的温牛奶,边倒边搅拌 搅拌到没有干面粉的絮状 加入10克食用油 再把面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饧发至两倍大,擀成长条 用刀切成宽仔一样的长条 再把两条重叠在一起 中间用筷子压一下 最后把两头捏一下 油温五成热下锅炸 飘起来后要来回翻面,炸至金黄即可 金黄后控油捞出来,这个油条就炸好了 这样做的油条没有任何添加剂 蓬松轩软又特别好吃 在家没事的话你也试试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